全国高中111学年度商业类学生技艺竞赛 1号上午在新北市政府举办了颁奖典礼 总共表扬了11项纸种颁发了105座金手奖 还有221名的优胜学生 全国高级中等学校111学年度商业类学生技艺竞赛 经过两天的比赛 12月1号上午在新北市政府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175所学校参赛 745位来自全国各地好手同场较近 是5类技艺竞赛中规模最大 教育部主任秘书廖兴国在致辞时表示 能够获奖相当不容易 业期盼学生的技能可以获得业界肯定 在这一次我们也提供很好的资源 以及人才媒合的机制 让我们的所有的技职教育的选手 在这样的竞赛过程 我们的技能也能够被业界看得到 颁奖典礼总共表扬了11项执政 最后颁发105座个人金手奖 以及221名优胜学生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勉励所有参赛的学生 不管有没有得奖都不要气馁 并且要继续精益求精 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忘了鼓励你自己 其实你做得很好 只是有个部分大家都没有看到我的好 我会去把它改过好还要更好 所以其实失败跟成功都没有所谓的成功的定义 就是不断的往上提升超过自己 新北市教育局指出 新北市从108年起 四年四亿推动培育技职人才计划 更首创全国唯一加码百万技艺奖励金 支持选手精进专业技能 成为发光发热的人才 记者声明这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采访报道